南北韓的關係 因為雙方傳出了交火再度的緊張 而今天南韓報紙也報導 他們已經成功試射了500公里的導彈 可以覆蓋北韓的全境 而目前南北韓的情況 我們要請在南韓的特派記者林一傑 帶給我們第一手的觀察 一傑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中天新聞團隊在首爾的街頭 持續為您關注朝鮮半島局勢的最新發展 至今天呢可以看到首爾市的人們呢 好像感覺氣氛沒有前幾天的這麼緊張 這是因為呢 南韓的主要第一大報朝鮮日報 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呢 其實南韓的軍方已經秘密了試射 射程達到500公里的這個飛彈 其實這個500公里如果從首爾來發射的話 射程最遠可以打到中國大陸 也就是說呢 那當然北韓的全部的國土 也包含在500公里飛彈的射程之內 這因此呢 帶給南韓人民的信心 覺得說南韓軍方似乎加強了打擊北韓軍事行動的能力 不過呢 因為這個禮拜以來 南北韓的衝突也有一件事情釀成了政治的 政治上的議題 也就是說呢 因為北韓派出了無人偵察飛機 竟然飛到了南韓總統府青瓦台的上空 這件事可以說是在南韓造成的軒然大波 因為南北北韓的飛機飛到總統府青瓦台上空 而且根據最新的調查是已經拍了193張的照片 疑似都傳回了北韓 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南韓總統府青瓦台的國安機密 有可能就這樣全部透露在北韓政權的眼中 所以呢 其實現在南韓社會也引起了一種檢討的山浪 就是說國防部長 南韓的國防部長 有沒有可能要為了這個事件而下台負責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韓國軍方其實在發現了北韓的無人機闖進了大搖大白的闖劍 南韓總統府的上空之後 隱瞞了一個星期才被報紙媒體給披露 這也引起了南韓社會的檢討 那麼說南韓的防空可能要繼續加強 而軍方的處理態度也引起了爭議 至於南北韓的局勢接下來會不會進一步緊張局勢升溫呢 中間新聞團隊也會在首人為您轉播最及時的年前報道 現在先把時間還給台北棚內